第二個步步就是我們把這個架構建立起來 接下來的話這個名稱可不可以更改?當然可以啊 在這個屬性 也就是這個上面它會有個屬性 其實這個屬性其實基本上就是它的成員變數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透過這個成員變數可以去修改 比如說上面當然你可以design的時候 設計的時候就可以改了 或者程式在run的時候可不可以改?可以啊 對就是在design的 這個模式就可以更改的話 比如說這邊我把它改個名稱叫 原來叫button 那我把這個名稱改成叫確定好了 確定然後 把這個名稱把它輸入上去 把這個名稱輸入上去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這個名稱呢就會是確定 然後 Enter之後這邊就有一個確定 上面的話呢 你可以把它改什麼呢 同樣的這個是一個所謂的 它是一個textview 這邊有一個叫textview 其實就是這個東西 textview實際上就是類似像標籤 那我們把這個textview 把上面名稱改 比如說上面名稱我有個text的屬性 然後名稱的話直接在這邊改成叫做請按按鈕好了 然後 把這個名稱改之後的話 OK 好 那就是當我按一下它 就改變上面名稱 就這樣而已 所以這件事情一個事件 先觸發個事件 這個事件觸發之後再去執行某一段的程式 所以界面設計大概是這樣 我想第一個 這個 各位等一下可以修改 那修改部分可以從text的這個屬性裡面去變更 再來的話 Button在這裡 那其他 這些有關相關的VG 我想各位有時間再去試試看 比如說checkbox 應該多少 單選 多選 Radio button是單選 然後 另外還有spinner spinner是下拉選單 還有這個進度 proxbar 就是可以